最后不知天在谁 我不断腿 谁断腿 小可爱们你们好 我是陈阳度晚节 最近由于按时吃药 病症好多了 李大夫亲切的告诉我 如果继续配合治疗 再过八十年就可以出院了 激动的我睡了三天的觉 这我刚收到组五的出门 就看到了远处的杰克 看到他的爪子 我就知道他有牛皮血 长年挠痒 练就了一身的麒麟臂 曾经用祖传的牛皮血 成功致死了二十多个老中医 杰克明明看到我了 却要选择抓黑妹 你真是没被黑妹制裁过 多难抓呀 竟然抓他 我这么光鲜亮丽 你没看到吗 活该你是徒子 黑妹属于越战越勇行 曾经偷偷的对我 透露过谋洗面奶 取黑头效果很好 洗完之后头都没了 这样的狠角色你都抓 只能怪你人间至残 经过一番折腾 黑妹被抓 我由于当着杰克面秀机 极为嚣张 让他狠不爽 甚至放弃了黑妹来抓我 我一记翻身走位 释放了一个多重人格 骗了一下杰克 他无人在手 雾润交空 我开始在无敌访和他一较高下 杰克主修外力攻发 我则是主修内力 我曾多次在国际轻量级自由搏击中 获得最佳和平奖 吃啥啥不胜奖 穿最多层袜子奖 以及赚比时间最长奖 所以在这样的低型优势 以及我的各种比赛经验丰富的情况下 杰克显然对我束手无策 他没有任何机会 表面看我如此轻松的挑衅于他 其实今天的实力都是我从点滴开始做起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买了跑步机后 回家发现根本举不动 而到现在我却能在上面做六个洋卧器 这都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经过一番追逐博弈过后 他决定亲身对抗 我知道这是他的强项 我再次释放了一个人格 他却放弃我了 对于这样三心二意的人 我发自内心的困了 毕竟我才住机器 不至于我我就修机器去了 我刚休了一会儿 这不又被黑妞带过来了 看到我后头果断选择抓我 看来还是我没力大 我一般不落板 不代表我杂人不疼 只是我身命大义 心慈手辣 财源广进 恭喜发财什么的 我再次进入屋地方 看到杰克也跟着进来了 还在小开心呢 正打算挑个第八套广包体操庆祝一下 毕竟杰克应该至少牵制了我120秒了 我正纳闷他怎么还不来的时候 发现他又去打黑妞了 真是三心二意啊 我以后找对象要找个专意的 要貌美腐败大长腿 有益者可以留言给我 杰克来手最后一台机了 但是凭借我敏捷的身法 躲过了误人后 气急败坏的他竟然投降了